这个洞壁上面全是农林文 开头的地下古城开头的隧道 天坑下面藏着地下城堡 你敢相信吗 这是位于云南边境的一处地线天坑 当我们下降穿越数百米 一条类似农林般的隧道 将我们带到了怪异空间 哇塞 盖画的石墙 怪异的脚印 未知生物的骨骸 跟随我的镜头继续穿越 森林奇境体验 神妈叫他妈的绝处逢生 谈说这个地下古城 是一百多年来 从未有人涉足 下面有一条巨大的蟒蛇守护 今天我们户外大队 所有的兄弟都齐聚在此 因为这个下面实在是太神秘了 这时候咱们就准备装备 准备下入其中一探究竟 好了 话不多说 开稿 头十温度 哇 落地了 尖锋已经将线开到了地下古城的下方 然后我们准备一次下降 究竟下面有没有大蛇和古堡呢 这时候我们已经看不到阿智的人了 尖锋依然还在开线 觉得这里曾经就是这个地下古城的中转站 下面应该能够发现一些人为痕迹 我们继续下降吧 安全操作 真的有地下城堡 真的有地下城堡 对 这里有石桥 咱们来到了坑底平台 我在这里发现了非常大的一株天然星 这个大家在野外看到了 千万不要务实它 这个成熟了之后是鲜红色的 看着就像野果子 但实际上这个是有剧毒的 现在先锋那个下面发现了有古城堡 我们过去看一下 这里看到了城墙 这里后面是深渊吗 深渊 巨大的深渊 我们看一下这边 这里出现了一个土石结构的城墙 从这个位置向下看去 一片漆黑 开始安全下降 可以看到在我身后都是这样的石坎子 下降到了底部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前面有非常大的一个洞枪 那边好像有石梯子 这里看 那个对面好像是石梯子 那是什么东西 这里应该是古人在这里休息的一个床榻 那边有一个洞道 现在我们将洞枪全部打亮了 现在我站的位置应该是古人在这里修的一个点镜台 可以看到这个下面 在阿兹的后面有层层叠叠叠的像石梯一样的这样的梯田结构 这个应该是以前古人用来屯兵的这样一个建筑公式 去下面看一下 有古人生活的证据 对 尺碗 而且这个尺碗还挺好的 对 这应该是民宋时期的产物 可以看到这下面是一条地下岸河 这前面你小心一点 可以看到这里还有那里 有这个 腿骨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 这一边 就出现了大量的消土层 可以看到这个沉积土上面已经泛出了白色粉末 这边有碟毯向下 很润 我的手里好润啊 这种 这里人进不进去 人好像进不去 只有20多公分高 这里进不去 只能向着水流往下走 这个黄泉河道的旁边呢 也是有这种石坎子的 但是从这个上面犯出的销痕来看 这最少是两三百年前的产物了 小大龙船的消息 这个动道是通的 我们就从这里装着 哇 这里曾经有封堵的痕迹 这里看右边 哦 这有 这有石墙 这有石墙 这个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 这个位置就是以前封住的 对啊 里面可能有一个大城 有可能 这个应该是以前的一道 封堵的一个小门 对 因为它以前从上面走 所以说它下面就给它封起来了 那老规矩先走哪边嘛 那老规矩先走哪边嘛 往右是向下的 左手边先走一 这边 过来之后好像是通到了这 刚刚要是不省的话 就从这里下来了 嗯 啊 刚刚刚看到衣服 就是通向上 这里 冬到很低 但是 哇 这里有农林 啊 农林 农林 农林文 哇 快看 这个洞壁上面全是农林文 哦 不对 这就是 开刀的 地下古城开刀的那些隧道 也有可能哈 对 这就是地下古城开刀的那些隧道 一个非常圆人的涌道 对 因为它神墙 这个有弹子影 这个不知道究竟是神龙居住的 还是说 是古人开刀的 那这里有脚印 有脚印 对 对 这个东西还不小啊 哇 有公布的脚印 不知道是什么公布 是一个五爪 我 刚刚走的 刚刚逃走的 什么东西 吹吹吹吹吹 刚刚才逃走的脚印 有脚印啊 对对对 你看这里 哇 哇 这里有城墙 阿姊你快来 来了 看来没 哇 这个好隐蔽啊 在这里 有光 什么 前面有光 什么东西 有光 快走 快去 哇 这什么情况 哇 天呐 哇 哇 哇塞 天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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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震撼了 蒙大了 来到了一个通天树井的底下 可以看到 上面就是雾蒙了一片 不知道有多高 然后这个下边 你们快看 这边的城墙 这边的城堡 已经完全盖化了 天呐 钉打耳光 大概上面好像有一个通道 然后 这边是组合的 刚才那一只动物 应该去了这个前面 我们过去看一下 这可能可以容纳 几万人 这边也有一个硕大的空间 地下岸河是这么一直过去的 咱们 看一下 究竟通向了何方 那个奇怪的脚印 又是什么动物所留了 可以看到 在这个前面 依然有非常深的动道 现在我们决定沿着组合道 继续向里面探索 村民说的古城遗迹 我们已经找到了 但是传说中的大蛇 和刚刚看到的那个不眠身后的脚印 这些都是我们还要去探索的地方 动物爪痕 看起来应该是黑熊 或者是什么样的动物 诶 这里好像有一个洞道进去 这个黑熊 会不会有时候藏在这里面 这个动物应该不是特别巨大 看这个东方的老实 漂亮吗 像蘑菇一样 这边再次出现了像上的机箱 高铁里头 是吗 猴猪啊 刨出刺 这应该是刚刚它跑的时候掉的 刚刚掉的 你说这个桶像不像人工打的 快看哈治 这个研究一下 这是刚刚掉的 新鲜的 这个石头里面箱子有这种玉石 我们打个光看一下 它是通透的 能看到吗 然后这边还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物件 好像是一块玉 玉里面还有石蛋 有窝 这样我想起了老家那个 长的那个木丸碗里面 对对对对 那个碗豆豆 对 很像哈 对呀 好像 哇 这是什么 太奇怪了吧 还有这个 长了一窝豆子 然后我们继续向这个东道的上游前进 这个前面非常低 我们现在要从这里干过去 目前应该还是没有到达这个地下古堡的核心区域 这里我不知道干过去会不会干到缅甸那边 要是把腰子留在那边就不好了 这里就完全犹人难告了 这里可能只有三十公分高了 兄弟们 要拼老命的进去 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啊 没有很足的摊动经验的哈 建议大家不要这样操作 哇 这什么 有个东西在动 你们快来 老快已经爬住了 看到那个前面有东西在动 你们能看到吗 就在那里 应该是豪猪 兄弟们 这个前面有可能是豪猪 动到再次变得低 用左手变 哇 就是豪猪 就是豪猪 天不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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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要一直这样爬进去 作为小伯爷的游戏 是我必须紧紧的跟着 好难爬哦 天不撒 有点可惜吧 它主要是还有点沾衣服的感觉 哎呀 差那么多东西 卡住了 我真的感觉不行了 现在我的肘 和膝盖 已经全部麻木了 哇 哇 真的有光 哇 塞 现在我们 靠着意志力 已经抵达了 看到另外一个洞口 看一下定位 我们是不是已经到 缅甸了 哎 哎 这是一个室外逃源 室外逃源 室外逃源 看这 这真的是 很不容易啊 特别是你那个电磁活活 电动 看到没有 要摊个动物 但是很不简单的 在里面还是经历了非常惊险的这个 泰秘之旅 由于这时候外面天气突变 然后我们几个人 块头太大的了 决定从外面 就是迂回回去 然后有刨哥 还有欢梦少杰 他们就要身材瘦小 然后灵活一点 他们回去拿装备 这时候 就分头行动 那本期视频呢 我们就拍到这里了 下次等这个泥沙充干净了 再来给大家寻找地下古城 那本期的视频呢 我们就拍摄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 不见不散 拜拜